欢迎您收看5月23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宇宗翰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华南云与带移入 今天与席全台各地有感 明后天水气仍多 周日会稍稍缓和 但是下周一因为风面影响 天气会不稳定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导 川普政府或将中国监制器制造商 海康威视列入片名单 继续是英国宝库公司DBC的报导 安谋被忘录告诉员工 停止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合作 接着看到大约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导 美国大幅放缓 聘估审批敏感行业中国人 受聘虚 受聘虚难 继续看到大约时报台湾版报导 美国重拳联发货再制裁五家大陆企业 来看到日本新闻报导 国会成立儿童虐待防止改正案 在野党就修正部分达成一致 来看到韩国超显日报报导 韩国智库下调 今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至2.4% 早安信当人来带您关心 在对中国华为寄出出口令之后 这几天有多个消息指出 美国将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禁令 包括中国无人机大厂大疆 协助中共监视新疆人民的监视器大厂 海康威视等 昨天彭博社报导 美国还将把另外四家中国企业 也加入黑名单 2018年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 与美国航空合作 用大疆的无人机帮助维修人员检查飞机 不过20号美国CNN报导 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 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可能会将敏感的飞行资讯 回传到中国造成潜在风险 对此表达强烈担忧 虽然美国国土安全部 没有指明哪一家中国公司 但CNN报导 美国政府所指的很可能就是大疆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80%的无人机 来自于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大疆 从2018年以来 川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业展开反击 现实在2018年4月 对中心通讯启动出口禁令 一度导致中心通讯无法经营 而后在2018年12月 要求加拿大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并在2019年1月 正式对华为提起刑事指控 上周更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除了先前提到的大疆之外 22号彭博社报导 这群人士透露 美国正在考虑将海康卫视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 加入黑名单 禁止他们使用美国的零件和软体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麒麟 综合报导 再来看到国际财经媒体 今天都报导 总部在英国的晶片设计大厂安谋 暂停与华为相关的业务往来 外媒BBC引述 安媒内部邮件称 因为公司产品设计架构中含有美国技术 为了遵守美国法规 已在5月16号指示员工 终止与华为及其关联企业的合约 带定协议 并禁止员工交付技术给华为 甚至是进行相关技术讨论 华为旗下晶片设计厂海思 所研发的多款晶片都采用安谋架构 安谋的决定将导致海思晶片产品 无法跟上最新技术 研发设计能力被锁死 而海思目前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 占比超过二位数 后续影响也受到关注 好 美国针对华为采取禁出口管制禁令 因为禁售令也约束海外业者 多家企业暂停与华为商务往来 与华为关系紧密的台厂供应链 也正面临选择关卡 而中国媒体还直接点名 台湾台积电是华为的生存关键 今天台积电将举办技术论坛 话题会成为会上焦点 华为最新旗舰机P30扬言抢下手机大额市战 不过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寄出出口禁令 让一切翻盘新产品更面临断垂危机 业绩传出华为转向向台厂下单 不过这波转单效应恐怕不要高兴的太早 那么陆续都有接到华为的一个大量补货的一个订单 不过这个也同时意味着台厂在未来也必须要背负着 可能会拥有这个巨额订单 却没有办法出货的一个风险 那未来如果华为在营运上 如果有任何的一个这个变化的话 也会有出现这个收账风险的一个疑虑 日经新闻点名华为主要70家供应商 六成总部是设在亚洲 每年采购总额670亿美元 其中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占比10% 台积电排名第三 占华为采购额比重约4% 外界分析相较鸿海集团 台积电高端之城具备不可替代性 陆媒甚至不讳言指出 一旦台积电与华为切割 不在代工生产CPU 华为P30可能无法生产 成为生存站一大关键 台积电的部分在未来 的确有可能会成为美方施压的一个重点 那么毕竟台积电 它在全球的晶圆代工市占率是毕竟六成 而且也是全球第三大的半导体厂商 所以未来美方的一个态度 将会决定在这次在华为 很重要的一个供应链 就是台积电未来的一个出货状况 针对美方禁制令国际律师事务所得惠分析 包括外国企业在内也不可以向华为出售 包含美国零件的产品 意味着台湾供应商的晶片组件 如果有任何美国零件 也不可以卖给华为 台积电日前表示 未来是否继续供货 华为还要观察评估 而明显这波美中科技战 台厂已经无法置身事外 新大电视曾一豪 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好 除了晶片厂 随着Google宣布中止与华为业务往来后 国际电信营运商也表态 不卖华为新手机 全球第二大行动电信商福德峰宣布 预计在5G手机占容中 剔除华为Mate X 英国电信龙头BT旗下的E1表示 暂缓华为新手机上市 而日本电信龙头NTT Docomo 22号表示 已不再接受用户预购华为新旗舰手机P30系列 另外 KDDI和软银则是 无期限延后华为P30 Lite的上市时间 再来看到台湾市场的部分 五大电信未来卖不卖华为新手机 来看到 中华电信证实往后不会再进货华为手机 而且要等到架上旧款手机卖完后 就不会再提供消费者华为手机 台湾大指出会停止销售华为新机型 此外在国家安全层次则敦请政府能尽速 就拿款手机有国安疑虑明确指示 远传指出 依消费者需求将继续贩售 已在架上的华为现有机种 亚太电信表示 在架上销售的目前仍持续销售 但新品部分将依照原厂规划再另行公告 台湾执行则指出 目前没有任何定案要看后续发展 Google宣布终止跟华为的业务往来 宽限期不到90天 未来华为手机可能无法用Google地图 也不能看YouTube 台湾NCC日前找来华为在台湾的代理业者开会 呼吁保障消费者权益 台湾经济部也指出 美国国安考量已经整体动起来 台湾产业界也要随时关注 Google中止和华为部分业务往来 未来华为的新手机无法使用Google邮件 看YouTube等相关功能 现有旧款手机能否顺利更新也是问题 NCC21号找来华为在台代理商开会讨论 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 我们当然要了解我们代理商到时候会怎么做 让用户的消费权益得到保障 我们希望他尽快掌握他们总公司跟Google之间的 一些细节部分确定一下相关一定要厘清 台湾华为脸书表示 华为全球所有已售和在售的智慧手机和平板电脑 安全升级以及售货服务不受影响 声明请用户放心使用和购买 不过据统计今年三月份 华为手机在台湾总市占率7.5% 落后苹果三星华硕位居第五大品牌 美方封杀事件更影响民众购买意愿 未来如果要买手机会考虑到华为 不会 怎么说 因为它就是不安全啊 资料会外泄 我本来就没有考虑过华为啊 就有一些隐私的疑虑吧 它最近损失一个平台了嘛 因为Google那个是最基本的系统平台 除非它开发出属于它自己的系统平台 不然它以后在使用上绝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方便啊 呼吁消费者是不是你要购买手机的时候 可能要选学最近购买的话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之内的话 是不是应该让消费者他可以有退货的权利 不光Google 外传微软也考虑停止Windows 10系统 对华为的更新支援 外媒报道 微软商城已经悄悄将华为笔电商品全数下架 这个部分大概从一个 他们几乎就是从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安整体考量 整个都动起来 所以这部分我们产业界要相当的注意 美国启动对中国科技大厂围堵 态势更加明显 主管机关也正密切观察 新谈电视曾一豪 赵婷宇 沈未彤 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自去年开始大幅放缓 美国公司聘雇中国人的审批速度 有效阻止中国人在美国从事敏感技术工作 特别是半导体相关工作 韩国时报报道 南韩金融业人士周二透露 考虑到安全问题日益严重 南韩农协银行 南韩证券电脑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正急于放弃在网络系统中使用华为设备 技术研究公司IDC表示 2018年华为出货的2.08亿部手机中 近一半销售是在中国大陆以外 而欧洲是其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分析指出失去谷歌 海外客户疏远华为手机 让三星得利 台北国际电脑展5月28日在台北登场 主办方提前公布35项 最佳选择奖得奖产品 产品以人工智慧5G和资安领域成长最多 大厂华硕有5件产品 包括手机、笔电、机器人得奖 获得6个奖项是最大赢家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这瓶有机酱油 加了顶级黑豆、甘露泉水、澳洲海盐 美国、欧盟、CAS有机验证 什么都加就是不加化学 洗了之前让身体微笑的好味道 更有顶级有机原生黑豆酱油 全然完全発酵 全然不停 但這是科學 前禮之行始於足像 德行天下 民視25319388 欢迎回来 面对川普接连攻势 现在传出北京有意通过稀土来报复美国 主要是因为本周一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前往江西赣州市考察稀土产业 美中贸易谈判中的北京代表 副总理劉鶴也同行考察 引发了市场对北京江大稀土派的联想 周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刘鹤的陪同下 到江西赣州考察稀土产业 似乎有意释放要在贸易战打稀土牌的讯后 引发外界联想 稀土又称稀土金属 是康乙以及蓝细元素共是7种元素的总称 用途广泛 包括智慧手机 电动车 医疗器材 液晶荧幕 光学镜头 油气钻井 喷射机发动机 及军事导弹里 都找得到稀土 被公认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根据中国媒体的整理资料 全球稀土的分配比例上 中国就占了43% 美国只有16% 中国掌握全球90%的稀土出口量 在这九成的出口量中 就有三成稀土外销给美国 因此中共似乎打算垄断稀土来反制美国 不过根据CNN报道 稀土牌没有北京想得那么强大 中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稀土市场 是由于宽松的环境法规 让开采与提炼成本变得便宜 但这些优势已经逐渐萎缩 CNN表示 中国国内的稀土需求量很大 预计到2025年 中国就会变成稀土进口国 提高全球稀土价格 对中国产业反而不利 CNN说 美国虽然依赖中国稀土 但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替代 近来日本、东南亚、澳洲及非洲部分地区 都发现了丰富的稀土矿源 大企业如苹果公司也开始从旧的iPhone和其他产品中 回收稀土材料 周一中国以外规模最大的稀土供应商 澳洲的莱纳斯公司宣布 与德州稀土加工厂Blue Line公司签署合作备网络 将在德州建立稀土分离场 填补美国稀土供应链的关键缺口 新唐人眼的电视也恩姐编译 随着美中贸易政再起 台商回流投资创新高 台湾政府为了吸引支持更多台商回流 更祭出了200亿元的融资利息补贴 也就是只要台商的投资计划 经过经济部的审查 向公银跟民营银行申请贷款 国发基金就将对年息补贴1.5% 我们现在大概就是以总统给我们的目标 就是到年底5000亿 那这个目标来说的话 我们一定也感谢我们国发会 国发基金来支持 我们这一个所谓台商回台的一个优费方案 里面在资金协助上 国发基金确实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好的 根据周刊报道 目前知道的是 全球最大电源供应器厂台达电 已提出547亿元回台投资计划 而电子代工二哥合硕还有国具 分别提出330亿元和165亿元的回台投资计划 美洲贸易战升级 俄罗斯公开表态与我无关 随后调高了石油出口关税 而中国是俄罗斯主要的石油出口国 最新消息指出 俄罗斯还将欧洲聚买的受污染石油大量转卖给中国 上周美国艾莫里大学华裔教授李小江的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 研判李小江与中共千人计划有关 在这之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 将有大批中国教授被解雇 消息人士称美国航空官员开始认为 今年3月发生的伊索比亚空难可能是由飞鸟撞击所导致 消息传出后周二播音公司的股价应声大涨 HBO热播影集权力游戏的数百万粉丝 还沉浸在最后一集的剧情当中 但中国粉丝除外 HBO表示最后一集已因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在中国停播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周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代理防长夏纳汉等人 在美国国会就白宫的伊朗政策出席门作证 白宫和国防部立场明确 愿意和伊朗当局对话 但会保持军事震慎 向纳汉表现对话是第一位的 美国总统川普在20号推文中表现 美国愿意谈判只要伊朗准备好 而另一方面 伊朗官方称将扩大浓度为3.67%浓缩诱的产量至之前的4倍 这将导致伊朗浓缩诱的库存超过协议规定 伊朗盟友叶曼胡塞反叛组织 上周用无人机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一处石油管洞 周二又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的一个机场和军事基地 沙乌地阿拉伯国王沙尔曼 呼吁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在5月30号举行紧急首脑峰会讨论相关问题 川普一直指责伊朗在研发核武器 破坏中东及海湾地区稳定 并支持恐怖主义 在19号推文中他表示 如果伊朗想打仗 那么伊朗将迎来正式的终结 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 不过对于川普对伊朗威胁进行警告 以民主党人为主的部分立法者和左派媒体 在大肆渲染战争论称川普要把美国引入战争 国会多次就川普对伊政策进行听证 目前美国对伊朗实施最大化施压政策 包括经济制裁和加快在波斯湾部署航母战斗群等行动 19号林肯浩进行了演习 在美国进一步孤立伊朗之际 伊朗外长查瑞夫寻求加强与中共的关系 希望中共为其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发声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台湾野莲三纯粹保湿嫩白系列 天然精粹 野莲多生态原液 富含高亮阳霉黄铜青春元素 复活修复肌肤 重返青春痰润 独特微分子生态 渗透基地 长效保湿 索水痰润 打造清爽透亮自然美肌 全新台湾野莲系列 圆森活 哇 风景好美呀 可惜老陈今年无法同行 老林要住院观察 老王两口子有吃不完的药 老张 嗨 感谢一路上游你 选择完整的爱守护我 添加钙质及多种营养素 让我维持健康 增强体力 就像家人一样爱着你 初入国际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和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加剧首选 澄浸科技 新唐人卫星涵盖了北美洲 欧洲与亚洲 包括中国大陆多数地区与主要城市 潜在收视户超过2亿 全球有线和无线电视的覆盖范围 包括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波兰 匈牙利 保加利亚 台湾等国家的各大城市 总收视户超过7400万 网站与YouTube专属频道 以及INTD App 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 以及智慧电视 让新唐人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无所不在 新唐人的全球通路与影响力 绝对是您走向国际 连结全世界的最佳媒体伙伴 欢迎回来 民进党终止会 昨天讨论总统初选规则 会议首次破例直播 而就民调议题 例如采取视话和手机的比例 与是否将柯文哲纳入民调 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 依然没有共识 傍晚 赖清德突然出现在党中央 提出有条件退出初选 赖清德说 只要蔡英文民调赢过韩国瑜 他就无条件支持蔡英文连任 但如果赖清德的民调超过韩国瑜 而蔡英文民调又垫底的话 他希望党内支持他 参选总统 目前大家的共识是 韩国瑜市长 那会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如果小英总统 赢了韩国瑜 我没有条件 支持蔡英文总统 继续竞选连任 如果第二个状况是 如果我没有赢韩国瑜 那我也会全力的支持 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 第三个情况是 如果 我赢了韩国瑜市长 韩国瑜市长又赢了小英总统 我请小英总统 还有党中央 党内的同事能够支持我 提名我出马竞选总统 我希望这样一个新的策略 能够提供给党内 大家共同来思考 赖清德前往党中央 希望解僵局 因为中职会 一个下午迟迟没有共识 党主席卓榮泰不愿启动表决 因此商请双边代表到场 赖清德提出 只要民调输给韩国瑜 还有蔡英文民调 赢过韩国瑜 他就未退选 国立故宫博物院 西手科技大厂 推出新文房四宝 在古典美学的包装里 是笔记型电脑 滑鼠电子笔 其实故宫和科技业的合作模式 从去年就开始了 马上带你来看 传统的文房四宝 有笔墨指研 而随着数位的兴起 科技大厂西手故宫 联手推出了新文房四宝 包装设计是 王羲之的墨宝 快雪石青铁 而里头商品却是笔电 电子笔可说打造另类体验 画业的一个整合跟创新的话 可以给消费者 给企业的话 带动一些新的一些契机 去年故宫就与HTC跨界合作 民众带上VR 重返清明上河图的画中世界 还能穿梭到戏馆 为戏班演员着装 或是当起电小二帮忙点菜上菜 而故宫与夏浦 不仅打造世界第一座8K博物馆 还发布第一支故宫国宝8K影片 科技结合传统文化 可说未为风潮 我们故宫的文物 事实上它就是我们先人 我们的祖先 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每一件文物都有 它背后一串很长的故事 我们只不过把那个故事把它整合 来用在现代 让它成为了我们目前生活的一部分 故宫里头 典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透过与科技的结合 将带动更多民众 再次走进拥有中华文化保固美名的 故宫博物园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村安赵婷 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接着看到今天5月23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活动 首先是产业焦点 台积电技术论坛今天登场 政治话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启程访日 另外立法院今天将针对 台北市双子新开发案 是否涉及充资 咨询经济与陆委会官员 最后是通路商工自有支付 全联超市举办PXPay上线记者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情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